贏解封 航空股 還能再追嗎? 先不管追不追 現在大家都賺錢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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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服員Cindy 我是紀章偉銘 欸 你今天幹嘛扮兔子啊? 欸 你不知道嗎 今天是復活節耶 你都多大啊 還過這種小朋友過的節日 欸 其實復活節啊 是基督教在過的日子 本節目無宗教立場 那你可以去畫彩蛋啊 可以不要戴這個兔子的耳朵嗎? 我去檢舉你 怎麼可以吃兔兔 喂 今天要帶我們去什麼景點啦 今天我們真的來搭飛機 我們去長榮航跟華航 自從阿丁部長說今年暑假出國犯攤 有機會不用隔離耶 所以這幾天航空股都暴漲一波了 我跟你講我們從去年11月的時候 早就已經講過了 你都沒有在聽 去年11月跟我有什麼事啊 我都還沒來耶 我今天就再講一次給你聽 我們可以看到上個禮拜 這個航空股的股價再創新高 那航空股去年的獲利 主要都是由貨運來貢獻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長榮航這邊 它的貨機部分 目前有8架777F的貨機 那這一個機型是全世界最大的貨機機型 另外長榮航他也最近把3架777300ER的客機 改為貨機 所以他們整個貨機的機隊數量 會來到11架 那華航機隊的部分 這邊總共有4架的777F 以及18架的747400F 總共有22架貨機 運量是全球第五 不過有很多公司都把客機拿來載貨耶 對啊我們會看到是說 有很多公司真的就像你講的 但是他們把客機拿來載貨 就只是把那個椅子拿棉被包一包以後 就把貨品放到椅子上面去 一個座位大概可以載70到80公斤的重量 那後來我們會看到甚至有航空公司 直接把客機改成貨機 那拿客機來載貨跟把客機改創成貨機 有什麼不一樣啊 好問題喔這個真的差很多 因為飛機的設計是拿來載人 所以他會講求舒適度還有安全性 可是貨機是拿來載貨的 所以他們會首先考量載重 還要去計算飛機起降的時候 加速度的耐受能力 所以他們的結構上面完全不一樣 這也代表什麼 你一旦把這個客機拿來改成貨機以後 就不太可能再改回去了 所以目前的主流 大部分都還是拿客機來當貨機載貨而已 那在這裡啊 不管是777F還是747400F 或者是777300ER改成的貨機 他們的載重大部分都是100噸到110噸 一般的客機就算直接拿來載貨 他們大概也能夠載40到50噸 所以這兩間航空公司都可以依據實際的狀況 來去彈性調配他們客運跟貨運的比例 那股價我們從去年11月初的時候 開始分享大概只有20元左右 到現在啊 長榮航居然已經漲到了37塊錢 華航也漲到了29塊錢 那此外我們在過年的特別節目上面 我也告訴過大家 航空股的股價高點還沒有到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長榮航的成長性確實真的比較高 恭喜有在持續追蹤我們群組的投資朋友 也在這邊恭喜大家都賺大錢 聽完我也好想出國喔 等一下不要再當防疫破口了好不好 接下來我要帶你去看那些基本面強到不行的景點 真假?那我來猜猜看 我猜是驚人代工 你怎麼會想要猜這個 因為全球半導體持續擴產啊 而且台積電前幾天法說會公佈財報 他們第一季的營收將近5000億耶 又創他們歷史新高了 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嗎 外資在這邊看台積電真的是看得很沒有 難怪台積電前陣子的股價那麼弱 那你今天是要講他們強勢的點嗎? 沒有錯 我來告訴你台積電強在哪裡 台積電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開了地季的法說會 那在這個法說會上面 他們預期第二季的營收還可以再創新高 那毛利率也可以維持56-58% 這個數字是遠遠的優於市場預期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第二季包括了 像是高效能運算以及車用的晶片 他們的需求依然非常強勁 那現在大家擔心的是下游的庫存會不會太高 水位會不會太高 那為了確保整個供應鏈是穩定的 所以其實下游的這些廠商庫存 都會維持比傳統還要來的更高水位 這點是沒有太大疑慮的 那另外台積電自己也講了 現在有些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像是PC啊像是智慧型手機 還有平板他們的需求確實是有在轉弱 可是包括像是MCU還有電源管理IC 這些產品的需求都還是非常強勁 所以台積電在2022年的產能依然非常吃緊 那整個法說會到了這個QA的環節 基本上就是一群外資分析師 拿著通膨高庫存供需調整砍價的問題 一直再來壓台積電壓公司派 結果啊人家一臉老神在在 PSMC is not a price taker We know how to compete or ride 簡單來講啦就是什麼都沒變 差別就是有些人套在比較高的位置 那現在台積電它還有新台幣走弱的匯率加持 所以狀況整理來看是不錯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市場 到底要給台積電幾倍的本益比 欸沒了 對啊就這樣不然你還要怎樣 今天怎麼那麼傻 不然你還要想要多少東西 秘密星球呢 原本今天是沒有啦 但你都這樣子問了 我們就把好料放到最後 我們今天剛剛講的台積電 那怎麼能夠不講聯電呢 先進製程跟成熟製程 他們的前景到底差多少 還有聯電的股價到底有沒有被低估 我們這禮拜的秘密星球就來分析聯電 所以如果你對聯電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囉 想知道秘密星球的重點分析嗎 趕快加入機檔的LINE和Tilagram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配GoGoGo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